嘿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带来一款非常休闲的游戏 叫做简单割草 那么游戏如期名啊 咱们来选择一位人物 就选这个大胡子大叔 那游戏的话是这个3D卡通风的 非常浓郁的卡通的风格 同时又没有很多的 这个棱角游戏 尽量的做了一个比较顺滑的这个边缘 同时这个草做的是非常不错啊 那么简单割草 咱们就是一个为这些居民来 修剪草坪开着这个修剪草坪的车 把这个草坪剪得干净利落 你看这个草的话 就明显比周边的植被要细节非常突出 因为它才是咱们的主角 那修剪这个草大叔啊都不是游戏主角 这个草地是应该是游戏中 做的最好的一部分啊 你看它这个草业的密度 那么都知道啊 在3D游戏中 这个草其实是非常吃配置的 那么对于常玩游戏的人都知道 那么这个草地如果你做的非常茂密 同时优化也不是很好的话 那么这个草是非常吃性能的 像之前推出的这个地铁离去 就非常的吃性能 它这个草地竟然是每一根草 都带有独立的阴影 那么一般游戏的话 像草地是不会对于草叶来做出阴影的 那只有像这种4A工作室啊 你看它这个工作室叫4A Game 那你看游戏一般都称为3A游戏 它竟然叫4A 那可想而知 它的这个游戏品质 其实还是比较高的 那对于这个草地来说的话 它制作的还是比较超前的 还有像天国的拯救里面 这个的话也是植被非常的做得非常精致啊 也是都是带有阴影 所以说这个天国拯救里面的终极画质 当你想要开启的时候 它会提示你啊 此画质是对未来硬件水平作为一个提前的设定啊 并不建议现在开启 那这个的话 简单割草可以看到啊 这个游戏厂商对于这个草地的设计也是非常不错 那周围的树就利用了一个简单的 这个团状的这个模型啊 并不是这个一页一页的 要知道它这个草地 就是非常消耗它游戏的这个机能了 哎 你看这个草做的真的不错啊 包括咱们这个车辆 与草的一个挤压过程中 会出现一定的物理效果 同时你看咱们这个 除草这个车 捡完草变以后 都知道这个草会从这个车辆的后边排出来 那排出来这个草渣 那么会散落在地面上 但它并不是一直留在这儿了 那等一小会儿 它就会沉入到这个游戏的 这个平台下边呢 就像这个红卷3的爆炸残骸一样 慢慢的沉到底下 那么这个缓慢的一个消失 并不像一瞬间咱们这个草 捡完了并没有留在地面上 直接没了 这个看起来就非常突兀啊 所以说场这个游戏的制作主 还是一个初中游戏这么一个人呢 你看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个人对于它捡草的这个环节 还是比较治愈的 游戏的话 个人给出的是一个三星评价 因为除了减草 也没有其他事情可以做啊 如果能增加了一下别的玩法 那么整合到这里面 做一些小游戏的推出 或者是在后续 我们也可能会对于评分进行更改 好 那本期游戏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